我今天那个我现在在居家隔离呢 我现在我今天一天都没出屋 我也没洗脸 大家别介意啊 我换号进一下啊 我看看大家有什么 哎呦这个号还不行哎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我的直播间问啊 2034B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就是这周末啊 这周末就是28号29号是两个赛区同开 是甘肃赛区跟这个安徽赛区啊 安徽赛区这两个赛区同开 其中这个安徽赛区呢 是用这个董老师的账号在直播啊 然后甘肃赛区第一天的比赛啊 是用这个2034的号直播 然后决赛也是用董老师的号来播啊 甘肃赛区呢最终是爆了 就是也不是爆了 最终能来的是八个球队啊 其实这个甘肃赛区本来爆的有 也得有个十七八个球队 但是呢现在因为口罩的原因就是 城市之间的流动啊 还是有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说最终呢 甘肃赛区呢 主要是兰州的球队啊 有七个兰州的球队 还有一个是白爷的球队啊 等红是八支球队啊 也是一个单少淘汰的赛制 他们第一天上午是 我先我先干一下黑子啊 我这里面还有黑子呢 这么一个字滚 第一天呢是上午是八进四的比赛啊 然后下午是呃是这个半决赛啊 然后第二天上午呢是休息半天啊 第二天下午是决赛啊 当然淘汰的球队 数字球队都是有排位赛的啊 第二天下午的比赛呢 跟其他的赛制是有点不一样啊 是上下半场各十五 二十五分钟啊 因为这个呃因为这个第二天只有一场比赛吧 上午是休息的呃 这里面这个呃 甘肃赛区的头号整子啊 就是这个这个兰州有力啊啊 兰州有力啊 也是去年我们这个赛事的承办方啊 前两天也是刚来的那天啊 呃也是跟这个呃有力的马总啊 喝了一顿酒啊 这个其实这个马总啊 其实也是为什么开这个俱乐部 也是因为啊 也是因为他儿子是踢球的啊 因为他儿子是小零六的 也是呃 初三的一个小 初三的队员吧 但是呢据说啊 好长时间不踢了啊 因为他之前呢 曾经参加过一个这些官方的比赛啊 什么我是球王啊 是是我是球王吧 拿到这个西比赛区的一个 就是类似于明星的名额吧 啊也去上海待过一年 后来也是因为 嗯这个高考的问题啊 回到了中考的问题啊 回到了兰州啊 呃 比赛当天呢 我也是希望能够邀请到马总啊 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啊 因为他是作为 呃 第一 既是这个 这个 踢球孩子的家长啊 第二 又是这个一个俱乐部的老板啊 我觉得让他聊一聊还是应该蛮有意思的啊 呃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去年的呃 甘肃赛区去年代表甘肃出战的这个华彩啊 但是第一轮就对阵这个呃 头号种子 蓝州有利啊 就是肩膜战啊 他俩就碰上了 我觉得会蛮有意思的这个比赛 呃 双方可能都是志在必得吧 呃 还有一点就是为了跟安徽赛区的这个决赛错开啊 我们第二天下午是呃 这个甘肃赛区的决赛是提前的啊 是三点多啊 他的先期决赛后提这个三四名啊 这个也是主要是为了错开啊 呃 然后呃 安徽赛区呢 是有16支球队参加啊 我一开始没想到能有这么多啊 因为报名信号的挺多啊 但是呢 有一些合肥的球队啊啊 还有包括马鞍山的蹦步的啊 他们是因为也是口罩的原因 学校不让离开 但是 最终还是有一些球队是克服了这份的啊 能够参与到这个安徽赛区 呃 但是去年的这个代表安徽赛区出战的刘博啊 他是这个没能参与到这个分区赛 但说实话啊 去年刘博的这个队伍啊 分区赛队伍他基本上来自绿城足校的 这个大家其实也都知道 不过他们没有参加的也没有关系 因为最后还有一个综合赛区是在苏州 综合赛区在苏州他们离的也不远 他们如果这次因为口罩的原因啊 没有参加成的 那也可以再到这个苏州啊 参加这个综合赛区啊 因为也不是很远 这个安徽赛区也是刚刚出完签啊 刚刚出完签我看一下啊 他的节目站是这个安徽囚客啊 囚客对着这个影上龙足啊 第一场 我们会这两天会发布这个赛程的 第二是影上龙足球俱乐部 还有安徽踢克 安徽踢克应该是联队联合清训 超凡清训U12 超凡清训U11 安徽纠建 足球俱乐部 富洋新活体育 恒冠冠足球俱乐部 正义U11 志成小将 函安山洪峰第三学 南陵乐洞 青少年足球俱乐部 这是东道主了啊 因为我们那个机率就在南陵 南陵县 安徽塞优体育 安徽塞乐体育 主要是这样的16个队伍 然后再下周呢 就是端午节 6月3号跟4号是 山东跟山西同开啊 山西最终我们还是决定16个球队啊 因为场地确实不够用 最后有几个 应该有两三个吧 有两三个五连级的队伍 没有报警来 还有其他的三四个被选的 山东赛区呢 目前已经确认了12支球队 12支球队呢 应该还有几个在确认啊 我们最终希望能够达到16个球队啊 不过山东赛区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 呃 邱中辉 邱志导在的这个郑辉 郑辉体育啊 郑辉组织俱乐部啊 就是大雪老虎在这个队里啊 大雪老虎本来是在这个呃 他们要备战省业会啊 在两个月的急血啊 那前那个 他爸爸联系我这个时间啊 他说现在备战省业会呢 可能不让我请假 呃 我说大雪老虎不来山东赛区就没什么意思了 我跟他说 然后呢 呃 他说那个哪有队齐跟协调可能比较困难 那我就跟他说了一句 我说要不这么着 我说咱耍个大盘 呃 啊我觉得还是蛮强的 因为去年他就是这一批人 去年就是也是10的 他们去年是遗憾收给了昆鹏啊 因为昆鹏当时是有两个鲁能09的挺厉害的 一个是 又一个是我忘了是叫什么名字了啊 都是青岛昆鹏收送的啊 当时正好也是在鲁能足校他直接参加 啊但是今年比较遗憾的也是昆鹏没有参加 呃昆鹏呢呃去年是代表山东去的整决赛 在青岛昆鹏啊呃他的一一二的是他家这个 赛鲁能的足校联盟杯了 我跟他们那边的家长了解呢 他可能觉得10的可能水平可能稍微差一些啊 嗯 然后最后在后面本来我们计划是6月5号要办这个 亨龙江赛区的亨龙江赛区今年是70球队报名啊 当然比去年已经也多了 去年加上呃包括太阳岛啊 也是只有四只球队 今天是79队但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比较一个主要的困难 是这个场地啊呃就是让我不可思议的是在哈尔滨 整个哈尔滨竟然很难找到一个在社会是社会场地找到一个 十亿人的场地一个标准十亿人就很难可能只有两个吧 有两个是但是他们要承接这个省运会什么预选赛的一个比赛啊 有一块在还在待定有一个是确认要承接啊 啊还有这个一个就是以前那个火山民权那个场地那个太贵了 那个天然草用不起其他的就在很难找到了啊 啊当然这边的也是有一个家长在帮我们去找他今天我看着啊 我觉得我特别感谢啊就是2034杯呢呃我觉得真的 董哥是跟小江一样他也是人民的一个赛事啊大家的一个赛事啊 每到一个就是大家都是能出力的出力啊能各方面啊都是去去去 建议分立啊就哈尔滨这个家长啊我今天看了他也去跟帮我们联系场地 包括有一个在旁边一个县的场地啊啊但这还要都审批程序我一我一看这个地图 但是有点偏呀啊有接近100公里差不多100公里他自己开车去的啊开车去的 然后现场拍一些照片啊视频过来啊然后呢包括他还跑了好几个其他的场地啊 这个其实也是个家长啊他孩子应该是13的吧好像是啊所以说呃其实我们去年见过一面啊 平时也很受有交流啊但是每到有这种比赛的时候呢他他们都是主动的 今天我没问他他主动的找过来问啊说这个能不能包一些毛啊 他就帮去协调场地啊包括他还力头能及的看在在谈一些赞助啊啊也推荐一些当地的这种企业 他还有没有能能合作的啊真的包括我们在这个冬冠赛区啊你看冬冠赛区的解说啊 在解说就是一个车友他第一次来的啊也是啊放弃自己休息的时间 第一天这个帮我们来摇机器都是车友包括在我直播间里这个塔林夫啊啊他那天也是完了 啊两天也一直在那儿啊陪着我们啊帮我些忙能能做什么这个这个大哥也是人特别热情啊 然后呢呃完了之后请我们吃饭啊所以说董哥我们呃这点我们是我是也毫不避讳啊就是呃经常到了哪个赛区有车友会请我们吃饭呢 但是我们也也不好推辞 这个大哥也是就这么吃了那你以后你就给人带点带点礼物 好啊好啊对吧带点礼物 嗯是我觉得带一些小匠的纪念品啊之类的啊 真的我们到每一个赛区都会有这么多热情的这个车友啊来给我们提供一些支持啊啊提供一些来来一些帮助啊 所以说我也是特别希望他们能用参与进来啊包括这个东华赛区的解说 其实大家对他的解说特别认可啊这是一个简型的呃这个这个这个高学历了 他是中山大学的博士然后呢博士毕业博士之后又去了耶鲁大学啊去待了可能一两年吧 然后回国现在在这个东莞做这个生物的啊他也是主动过来 他本来一开始没想做解说只是想过来帮帮忙话 他说我能参与一下解说吗我说可以啊好啊但是正好他一说呢大家也很受欢迎啊这两天都基本都他说的啊 正面呢我觉得挺累的其实第一天说六场挺累的我说我来说两场 当然不用我说我很享受啊我很享受这个解说 所以我也我也挺开心的其实是啊我也希望就是真的有愿意尝试解说的啊 或者能够见到任何就是这个赛事里见到任何一个大家只要喜欢愿意的我欢迎大家能够参与进来啊 包括有些小队员你像龚瑞祥在深圳赛区也是很受欢迎啊大家一片好评啊 他也是第一次解说啊所以说我觉得他对足球的理解还是蛮蛮强的 这个这个足球的他的球伤真的很高啊我个人的感觉 嗯嗯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赛事确实也能够得到很多朋友的这种认可啊 对 就是这一点其实挺欣慰的因为在中国目前这个大的环境中超都已经支离破碎 然后民间的赛事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官方背景 然后有这么多朋友愿意出力和支持我们也能感受到很多的鼓舞啊 对我我觉得我也挺感动的真的因为有人老说我挺辛苦 我说我还好我说我都适应了再就是这本身就是我的工作嘛 啊但是有很多的朋友他是放弃了自己休息的时间啊 就是甚至有的请假过来啊来帮忙啊 包括有很多有有很多的然后给我发自信的说啊这个冬决赛我一定要去啊 啊我要参与进来我想参与到这个赛事里啊 啊大家为这个中国的青少年的足球啊尽一份心尽一份力啊 我觉得呃呃我觉得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是足球的文化开始有一点有一点点的养成啊 包括我在深山赛区也能感受到的是这样的啊 因为深山赛区当时是很多的孩子家长带着孩子啊 因为那些还我我我看见过来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可能是13141516的小小朋友啊 他们带着来看球啊就是很多很多的人在那天我估计决赛那天的有好几百人 都是啊陆陆续在往里进啊 因为我们决赛都是允许到场边看的啊 啊包括深山赛区的这些他们当然他们可能外交多一些啊 就是文化可能也很厚一些 他们呃基本上决赛大多数都来了啊 你包括乐山也没有参与这个比赛但是他也来了啊 包括包括EZ啊EZ其实他本来有事啊 陈的天问我说你说我要过来吗啊要过来看吗啊啊 他跟我主动联系啊所以他们呢 深山的一些主要的教练也来到了现场来观看这个决赛 他们就是在我们替补习这一侧 然后家长跟孩子在我们对面的一侧 所以我觉得真的让我感觉到了有一点到欧洲的这种气氛了啊 就是这种足球文化呢 也是一点点的可以再开始养成了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赛区 就这周末是甘肃跟安徽 完了山东 山西 然后这种规划好的 后面呢都是有一些困难 因为包括河南赛区呀 大家一直在问 河南赛区呢 其实本来是放在许昌嘛 其实也是放在许昌有场地的那边 但是呢现在许昌可能条件还不一定是允许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河南赛区主要的是郑州跟洛阳的球队 他们各有可能七八个 或者至少六七个吧 他们现在主要问题就是 他们出来之后回去要隔离 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考虑 要不要招股一头就放在郑州或者洛阳 但是呢我今天一天也在 包括也联系了李广海李岛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郑州的同行 我现在找一下场地 但是这个确实挺困难的 第一 郑州来说在社会上场地 本身就是十一人的场地 标准场地比较少 或者是两个八人在一起的也比较少 即便有的地儿呢 他们人家周末的当期都比较满 我想切他两天也比较困难 所以说这两天还得想办法 其实剩下的几个赛区主要就是 但是都还没有规划 就是还有东北的 东北的三个赛区 还有这个浙江 浙江也是面临着这个城市面的流动的问题 还有河北赛区 还有这个新疆 新疆其实本来是计划 六月十一十二号就要打 但是昨天啊 刚想做这个规划 昨天又说出现了四例这个无症状 只要乌鲁木齐这边有 有这个口罩的这个问题 那其他的都来不了 其实新疆已经抱了十四支球队了 新疆啊 还是不错的 但是能不能都来 去年才三支是吧 对对 现在已经抱了十四支 去年三支 今年一下就能到十四支 对包括他 包括乌鲁木齐的 然后阿勒泰的 喀什的 和田的 等等啊 各个城市的 库尔勒啊 那还有库尔勒的 库尔勒的 说是回去准备了 准备了一年 去年等决赛会之后 就开始准备了 现在基本观好呢 还有就是六月十一号十二号是内蒙赛区啊 这个我们在懂这个承办方的确认啊应该问题不大啊 是在俄尔多斯啊 内蒙赛区现在已经抱了十三支球队了啊 我们计划是想还是要做到十六支球队啊 应该问题不大啊 这个去年内蒙可能也是 应该不知道八支球队吧 今天可能要也是要翻一倍 其实你应该 你应该那个 就是跟那个铁克齐那个小学 那个联系一下 就问问他们当去年参加的 这个比赛的这些这几个孩子 包括那门将啊 包括那个 什么队长啊 进球了 他们现在这小孩都在怎么样 是您上次就过这个事 但是我 就是关心一下这些孩子接下来的成长 然后是踢了还继续踢呢 还是不踢啊 还是进了什么学校了 还是怎么样啊 是包括其他的一些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调研啊 就到底 到底这个小学到初中 这个退役的这个比例有多少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调研啊 就是去年 你比方说去年参加 2034总决赛的64个队里面的所有队员 然后做一个问卷 就这些孩子有去哪的 去踢队了 还是升到重点校 那个那个传统校了 还是说进入普通中学了 还是说现在已经不怎么踢了 完全可以做一个调研 行 我们后面也做一下这个工作 对吧 其实参加2034的这些队伍呢 大多数 还会坚持踢 对就是他们怎么说呢 就是踢的还差不多的 对 好在是啊 因为一般的水平太差 他不敢报 其实有一些 对 他们大多数基本都还可以 所以这里面可能能够坚持的 还多一些 如果在2034之外的 可能就坚持的就比较少了 这个广州城 就是原来的复利怎么样 复利 反正其实是现在比较乱 因为我也问过他们 现在的就是09的比赛嘛 09的比赛我问一下 据说这个罗总好像现在专门去复利读校了 应该是 然后呢 现在这边具体水管还不太清楚啊 反正球队的领队跟翻野啊 都是能找到的 都是联系上的啊 这下有联系过 跟他也说完这个比赛的问题 比赛的事情 行 那还有什么呢 但他们一龄的不知道能不能来 他们一龄的 但是我 就是张安他们嘛 他也是国内很不错的一龄 但是说实话 就是这个陈浩南呀 怎么说呢 但是就是因为我 我从我个人的观点看啊 他可能这个家长 毕竟认可 我感觉他进步不是很大 就是让我没有达到我想的 想要的那个期望啊 他在这个珠海强级 代表珠海强级打的这个珠海赛区 这个这个东莞赛区嘛 就这个门将 他第一他个儿没长起来 第二呢 就是怎么说呢 反正各方面呢 我感觉没有达到 我想看的这个这个这个期望 那你乐乐怎么样乐乐 乐乐还好还好啊 但他那个队还是整体就是太小了啊 他那个队呢 也算是输一六够感觉 也一路输了 对因为他里边也是一一一二的嘛 主要都是啊 一二的有四个啊 也是让他 因为他的农历在那嘛 人家让他报了 一二的有四个啊 然后呢 他本身就九个人 他那个队里 但是呢 他们能确实能打出来一些东西来 还是能看出来的 就是他们这个整个队 他那里边还有好几个 也是很大福利的 其实 但是就是身体确实差距太大了 大连那几个孩子怎么样啊 大连那几个 我最近没怎么联系 大连那几个孩子都已经脱队了 我看 一一的一二的 是不是都脱队了 他现在不就主要俩一二的吗 不是小和尔和浩岩 小北已经来北京了 对呀 然后就剩下 还有那个小辫 对小辫 但是跟他们都一个年级的 他是九一份之后的 哦 这几个这几个是不是都已经去 大连人了 是吧 还没呢 所以就是我们也在尝试 有可能 就是大连赛区有可能还会想 尝试再试一下 办一下 看看 有可能啊 今天那个那边有家长也是 极力的说啊 还是 建长能来办 还是要办大连赛区 如果能办大连赛区的话 就应该能看到他们 嗯 所以说也是 好久没见 没见这几个孩子踢球了 嗯 是 真的得有一年了 不感觉 嗯 嗯 差不多接近一年了 得有 小和尔说不去小将了 不 我们小将一一一 办不办的都不一定了 你要说不去 不来北京还是不去小将了 就等疫情结束了 我们小将组织比赛 他不来是吧 我觉得不会 我没有收到任何的信息 是吧 不来也正常 对吧 不来也正常 来我们也欢迎 那水平不够呢 我们也不要了 对 本身就 来去自如嘛 对来去 对 这双向选择 对不对 嗯 我们也不收钱 嗯 嗯 对吧 嗯 行 那就先说这 啊 行 那你 好 好 好 你继续呢 好 那2034杯还是有很大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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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推广普及的作用 对吧 你看新疆赛区呃去年只有三个队吧乌鲁木齐 然后铁克齐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今年就有14个队 所以在这种非常艰难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赛事给他做下来 因为这是不可逆的 就你今年不办 就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就参加不了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他不像别的 所以世界杯你推 推一年就推一年了 对吧 他可能还能打 但是你这比赛你推11年 就根本踢不了了 对不对 嗯 啊 五小121 对对对 121 和铁克齐 嗯 不容易 上海还能比赛 不知道啊 你现在问我这些问题我们怎么能知道呢 我们确实不知道 这个重庆的解散呢 在去年苏宁解散的背景之下呢 其实就根本不能称之为多大的新闻 只不过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忽略 忘了 你要论 论这个爆炸性 那苏宁的这个 解散的爆炸性 那比重庆不知道要大多少倍 因为苏宁是冠军啊 因为苏宁是冠军啊 是中超冠军啊 因为苏宁背后是个世界500强啊 企业 但是呢也扛不住了 啊 有人说说这是中兴什么冠名 跟中兴冠名不冠名没关系 我就问你 就现在这个中超 他冠名值几个钱 你是有钱人 你这个队你要给他冠名 咱甭说说你出多少钱 你背多大风险 你想过吗 一般品牌 我要冠名一个事 我得评估他的风险呢 就是我找一个人代言 我得评估他呀 他有没有什么 动不动 洗点粉 溜点冰呢 这事万一要爆了呢 爆完之后还得退 何必呢 中超的冠名 根本就不值几个钱 以前 即使有冠名 可能多一半 都可能都是你屋一屋 都不见得是给钱 所以你有的人 就是单纯想象 还以为中超 这一个冠名 得值多少钱呢 是吧 还不得挂 挂一屁股名 没有人 不值钱 这是第一不值钱 即便便宜 也不见得有人愿意灌 你灌完了 值钱是吗 值钱是吗 看好名和坏名 企业灌名 不仅仅是一个知名度 他还需要一个美誉度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就你中超 首先 有多少人看 第二 你中超的形象是什么 现在 在老百姓心目当中 你中超是什么形象 但有人还费 值钱 你值钱你灌呢 你拿五百万就能灌 你看有人出吗 跟中性不中性 没关系 你多少中性 你灌名 他也折腾不了 这一年十几个亿 七八个亿 知道吗 广州城也快解散了 工资没法发 我不太清楚啊 这是你传的啊 我可不知道 上汽一年 好几个亿 上汽赞助的是谁啊 他赞助相对稳定的 对 你不稳定 他怎么赞啊 你想想 他赞助 他一个队的 赞助 所谓灌名 是根本无法 和这个队一年的开销 相提并问 所以我给你赞助了 但是你最后没钱了 你解散 你欠心 我这吃瓜闹 没多少人 放心吧 没有多少人愿意再灌名 一个中超球队 俱乐部 没有 没有 以前 有灌名的 他也不是说实打实地给多少钱 那个别的 没准上汽 是有 那上汽 到底是 和上行 它都属于国企 对不对 它之间的这个 这个关联性 之间的这个 这个意义所在 它不是说一个 说你苏宁 灌自己的球队 灌那么多年 完了怎么了 不该倒闭也倒闭嘛 对吧 有价值吗 嘿嘿 有价值吗 苏宁自己灌自己的队伍 怎么了最后 没价值 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 最火的时候可能有 说恒大一场亚冠 那时候有可能 有价值 胸前广告来回换 现在恒大自己 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是吗 兵权都没了 不知道粮油还有没有 都是泡沫 邓紫棋 早就唱到 全都是泡沫 对不对 你说 三年前我说 三年后 中超必崩盘 当时很多人不信 是吧 很多人不信吧 现在说没崩 没崩跟崩有什么区别 中国福特宝公司 不知道 恒大那会儿真厉害 班里都支持国安 就你一个人支持恒大 可以 恒大确实 但是难以为计 难以为计 继续的计 没有继续 这是一个 这一个事 明年 我预计 还得有两到三家 退出 明年 你看着吧 或者这个赛季中间 打到年底 差不多 或者是八九月份 不是九十月份 就得有扛不住的 因为现在是这样 他不是买卖 就这个饭馆 开一天赔一天 那你觉得 他还要继续开下去 还是说干脆 就倒闭算了 就止损呗 对吗 有人说现在没多少钱呢 没多少钱运营 不用两个亿就行 大哥你说两个亿真轻松 有钱的时候两个亿不算钱 没钱的时候两个亿就算巨款 对吧 所谓的古改 无非就是 把这烂摊子往 往有钱的 ZF部门 或者是国企 来接 那你想想 这事他明摆着就是 就是往里填炫 东北话叫填炫 这东西能挣钱吗 你想想 就中国目前的这种足球文化 足球市场 足球消费 体育所谓足球产业 足球的形象 足球的水平 影响力 它能是挣钱的事吗 你想想 能吗 能挣钱吗 它挣不了钱 它要投资 干什么呢 卖石头是吗 说你要卖玉 值得投资 弄个玉矿 可以 弄个煤矿也行 银矿 你这是土矿啊 就只能生产土啊 还不是粘土 还不是稀土 那怎么办 你说投资吗 投什么资呢 国族对韩国行吗 冰洋没来 现在可能真是 这个这个这个 在家待着可能 消费都能力都差了 确实消费能力比较差了 没什么钱了 小老百姓 有地方也下不了单 亚绍赛亚青赛 第一 谁也没看过亚绍队 有杨晨带着队 你看过吗 没看过 之前打过一些比赛 现在而且他这个人 现在都来得不起 上海的队员都没来 根堡基地的 上岗的 生花的都没来 亚青那个队呢 是安东尼奥的 邵嘉一带的 我认为啊 邵嘉一啊 有点经验 邵嘉一 就这个U19啊 这个队啊 我不了解队员 我也就知道一个何晓科 何晓科到时候能不能来 也不见得清楚 但是呢 可以讲呢 就是 何晓科应该能来 十月份吧 十一吧 好像是 新赛季开始了 可能请假来 我认为呢 邵嘉一啊 是有头脑的人 邵嘉一 他人很聪明 我跟他没什么交情啊 但是当初呢 在国安的时候呢 他不是去1860吗 我跟阮雄飞两个人 去代表足球报和体蓝周报 去采访 就那一段接触的多一些 但我觉得这个 邵嘉一他是有头脑的人 他很聪明 你看他就公开说 中国的资源 应该像尖子 就像这个 具备天赋的孩子 或者是教练请协 就他实际上是精英论 就他是走 就是想走精英论的 我看今天我看到了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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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视频 很多 在中 真正能够有这种 足球天赋的球员呢 或者能够接触到 从小接触到这些 足球理念呢 这些球员 并不是很多 就好像 都说 通常是自行车大路 但是 奥游会的自行车的比赛 我们并不是强的 我是觉得呢 我们应该把 有限的这些 天赋的球员 和球连员 能够很好的 利用他们 能够把这个资源 能够向他们去请卸 他说的非常有道理 他说的非常有道理 就是 你当下的中国 其实你的这个足球的资源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 一些条件 应该是往尖子上清洗 就你别大把抓了 没有用 一个呢 是你大把抓 抓呢 叫广众博收 等于说 你花一百块钱 投在百分之八十 就是百分之八十的 就是一共一百块钱 有一百个人 这里边有二十个不错的人 八十个一般的 然后你呢 把八十块钱 投在那八十人身上 二十块钱 投在这二十人身上 最后什么效果呢 最后呢 是八十个人里边 出了两个人 然后呢 这二十个人里边 废了四个人 等于说最后 你一选 剩十八个人 如果你要把百分之八十的钱 投在这二十身上 那可能这二十呢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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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宝贝 然后那边呢 出一个 他不会没有 他得出一个 但是绝对 绝对不是说 就是你花八十 在八十在八十个人身上 你能出两个 你花二十 在八十人身上 能出一个 就你省了 省了不少钱 省了不少 但是呢 你呢 收获呢 并没有下降太多 不是说你八十 培养出来了十五个 不可能 得有一百个人 踢出来 能挑二十个 不 中国呀 是这样 中国呀 和西班牙 德国 英国 不一样 中国 就是西班牙 德国 英国 法国 什么类似于这种 足球发达国家 高度普及的国家 他们到十三 他还能翻一半 就是翻一倍过来 我们是没有 等于说我们中国 踢球的孩子 到十二之前 能踢的都出来了 你听懂了吗 就基本上 能踢的 都已经在踢了 就踢的差不多的 都已经在踢队了 或者是在 再优秀的 这个队伍当中了 你跟那些国家 因为那些国家 他人 众多呀 他踢的人 非常多呀 他人才 非常多呀 他俱乐部 淋淋怂怂 所以人家那时不常 能冒出一个 你让我们 现在十三 再冒出一个 我说句老实话 你真懂球 就这个孩子 十二岁之前 没有在踢队 没有在 星辉 幸运星 或者小将 这样的队伍 然后十三 十四 十五突然间冒出来的 可能会有 但是风毛麟角 你能听懂我意思吗 就这个孩子 如果埋没了 从八岁就没人看 一直到十四突然间出来了 而且也没在踢队 也没在系统训练的传统校 他能踢出来 有可能有 一两个撑死了 但是在西班牙不一样 因为你西班牙十二岁 你可能都没见过这个孩子 因为他们家在西班牙南部 一个地方 人家也有俱乐部 人家天天练 只不过人家没有机会来打比赛 但人家天赋已经展示了 中国跟那个没法比 老有人说抢掉 得有多少人踢 才能出多少 不 现在百分之九十能踢的人 你已经看见了 你已经看见了 就在恒大 鲁能 富丽 绿城 深花 上岗 亚太 星徒 你都看见了 至少百分之九十 至少百分之九十 而不是像你想的 田间地头 三五三五线城市 里边还有一波 根本你都没发现的 特别好的 不可能 不可能 即使是好的 到十三还没出来 也是废了 因为你 你能想像他接受什么样的 足球的培训和教育吗 那就得是纯天才 哪有那么多天才 你妈 韩国一共才有一个孙新民 你这边中国就想弄四个 不可能 这有杠精 说万象不是突然间发现的吗 万象被发现的时候是八岁 你现在再给我找出来一个十三岁的万象 行吗 行不行 你再给我找出来一个十三岁的万象 我看看 你要能给我找出来 我这辈子 他提求我花钱 他爱去哪去哪 但钱我出 能吗 你能吗 傻了啪唧 杠精还杠呢 万象是八岁 万象我不发现的 万象现在也在梯队 因为他那个教练 那个李李 他就本身就给人输送人 输送孩子的 他不在小将 他可能晚点出来 或者没有这么多 没有这么有名 但是他现在也一定是在梯队 那也可能会在黑龙江火山民权 也可能会在大连人 也可能会在恒大 对吗 他不是说万象就在田里边上午种地 下午练书 晚上踢球被发现的 不是 万象本身在那个队 在那个小学 其他个小学 接受的就是相对系统的训练 他不是说随便玩的 踢野球的 踢围栏足球的 给发现的 不是 他不是 他不是踢围栏给发现的 不是 中国09这波跟日韩能干一下吗 现在都是关公占秦琼 反正我认为能干 你有的人可能认为不能干 那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们干过 至于说这两年 干不干的动物 那就不知道了 有时候你看视频 不好判断 你要说我看 拉马西亚打AC米兰 那AC米兰确实不是拉马西亚的对手 我们跟AC米兰打过平 差不多吧 3比4 0比0 类似于0比0 3比4大概起这个比分吧 那我们现在肯定打不过拉马西亚 这是百分之一半的 这是百分之一半的 就是我们肯定提不过拉马西亚 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拉马西亚太厉害了 拉马西亚就是 他永远 就是 他有的 你不管他踢遇到谁 就我有时候经常拿拉马西亚的视频来 前28分钟0比0 那个队其实也差 很差 他就打不进去 但是呢 你不管这个队 坚持多久 你把进度条拉到最后 比分永远是拉马西亚领先 不是1比0就是2比0 就是5比0 这就是实力 就十一人质啊 其实不容易打出大比分 十一人质 知道吧 就十一人质 你看那个 你说利物浦 赢曼联能大比分 利物浦赢 恩伯利不见得多大比分 对不对 他这个比分呢 和过程之间 他还是 有的时候是有关系的 有的时候是 没什么关系 有时候 1比0的比赛 其实是占绝对优势 有的时候 3比0的比赛 可能都是被动的 但是反击 端端端打仨 完了 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 说不好 就是比分归比分 实力归实力 就是拉马西亚 有时候 就只有赢不知名的队 就2比0 真的 这个队不知名 这个队就类似于 可能是西以弊的 一个梯队 就相当于小将 打这个十门五小 就类似吧 1比0 就会有时候会是这样 这比分不会大 比分不大 但是呢 他老赢的是他 那就 这就能说明问题 对吧 所以我今天 我有一个朋友 还给我 还给我发来了 这个 最新的 最新的 这个 这个 拉马西亚的比赛 我今天晚上还要看 我每天都是 我每天的都是 叫什么 直播完了之后呢 我就开始 进入我自己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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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进入我自己的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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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的时间 分析比赛的时间 高红波带队赢韩国 对 今天还遇到一个非常 非常非常让我感动的事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找过一个 荷兰教练给做 跟我们做分析吗 花了 花了几千欧元 两千吧 花了两千欧元 后来我们就不找他了 不是说他做的不好 而是我们他没那么多钱了 这那一次就两千欧元 这谁受得了啊 但是今天呢 这个荷兰的小胡 跟我说 董哥咱们每个季度 请他一次百 他说也不用那么多钱 我说多少钱 他说两百欧元 我说那行 他说这样吧 他说我 我赞助了吧 就他赞助了 小胡 荷兰的 他说给这教练的钱 我出吧 大概一年一千欧元 就分四个季度吧 每个季度给二百五 二百五十欧元 然后他就会把小 我把这一个季度 小将的一些代表性的比赛 给他发过去 然后这个荷兰的教练 给 给 给那个 来做一些指导 和技术分析 怎么样 可以吧 全世界有这样的队吗 我想问一下 全世界有没有这样的球队 清训 有吗 会有吗 然后我是 星期 星期五 晚上 星期六晚上 两天 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 小手 我是做两期节目 关于欧冠的 就是当时我记得中国队的比赛 还是什么 欧冠吧 欧冠的比赛 对对对 然后呢 解说 是在小手 但是不用去演播室啊 就是在家里面 就有画面 有画面 对你小手 你不愿意看就拉倒 不愿意看 你就不来 没关系 然后那个 我在集中讲一个事 咱们就休息了啊 三点钟来看就好啊 我就讲一个就说 就最近呢 我看这个 这个这个荷兰的 包括黄马巴萨的 然后对比一下 我天天天做的这个小教 我认为呢 就是我们跟欧洲的先进清训的差距 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拉大 不可逆转 就是也无法更改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呢 就是首先呢 我们在三年前 我们面对这些欧洲的 这个这个顶级情绪 我指的是巴萨黄马 或者是 类似于这个阿加克斯 这样的队伍 就这个层级的队伍 其实本身呢 我们就没有什么 就是东北人 讲话吧 就是毫无胜算 就我们可以抵抗 但是就是东北人吃面条 毫无胜算 就有算全给吃了 毫无胜算 那么19年呢 我们曾经有一个安居客碑 我认为那次比赛呢 其实我们如果要组织好一点 我们应该能够在主场 能够能够击败他们 就类似于西班牙人 本菲卡和这个AC米兰 但当时呢 我认为呢 本菲卡我们是很难赢的 就本菲卡实力是最强的 但是我们却赢了本菲卡 然后呢 却输给了西班牙人 这个当时呢 我现在回忆起来 那个比赛反正 可能有点问题 就是我的指挥 可能有点问题 最后时刻 邝罩雷是没有劲了 当时可能 比赛的这个经验 也不是很丰富 就当时应该换人 当时应该换人就好了 结果呢 邝罩雷腿已经伤了 然后被对方 最后时刻打进一个 但即便那个时候呢 我认为呢 我们跟这个 本菲卡是欧洲轻训 很厉害的 西班牙人呢 是在西班牙 除了巴萨黄马之外 西班牙人的轻训 也是可以的 对吧 AC米兰呢 在意大利呢 不能算做最好的 意大利的轻训 好像最好的是 亚特兰大 这个不错 亚特兰大的轻训是不错的 但总体来讲呢 我认为意大利的队伍 我也见过嘛 就是AC米兰类似的 他跟西班牙没法比 就其实他们踢法差不多 但是从这个球员的 这个自身的能力和天赋角度来讲 这个拉马西亚确实是高出一块 拉马西亚九人制 打AC米兰打5比1 其实他们能进七个 或者八个 而且丢的那个球呢 是门将自己 后卫自己玩火 后卫玩火 然后往外开大脚 被人家前锋 给打到门里 这个B站上有一个 UP主 叫什么 他搬运了几乎所有的 这个拉马西亚的 上一那个杯赛 四月份那个杯赛的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就是第一个 当初我们就不是领先的水平 这个大家得明确 就是我们是赢过马径 是赢过多特蒙德 赢过利物浦 但我们赢马径 是一种比较典型的 喀山红宝石能赢巴塞罗那 对吧 就是水晶宫能赢曼城 就跟马径 其实还是三七开吧 三七开 但那场比赛呢 因为我们 一个是防守做的比较好 因为运气也比较不错 所以跟马径呢 是当时能赢马径 也是很厉害的 因为马径在 西班牙的清训里边 也是前五六的队伍 也是前五六的队伍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就是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缺了三年的高水平的比赛 就基本上就是别人一年能打 可能能多打二十来场 这种比较高水平的比赛 我不包括他们的普通的联赛啊 就他能打二十来场高水平的对抗 就高水平对抗是什么呢 就相当于我们在国内 我们打二多场跟恒大 富丽 这种队伍 鲁能 就一年打二多场 这样的比赛 那么现在你看我们能打多少场呢 我们就参加鼠龙杯 就真正能较上进的 就两场 对恒大 对 对富丽 就只有这两场 剩下的比赛 你说 甭管赢几个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 没有什么价值 对吧 然后你说 在北京 打过一个校园的联赛 跟07的 那算一场 不错的比赛 然后就打这个 北京市锦标赛 打北京市锦标赛 海淀也不错 公安也不错 但是呢 我们一共就半个主力 半主力啊 然后就拿了冠军了 这实话说呢 这个比赛 这真正的强度也不大 然后就约 只能约着比赛 约谁呢 约个人大富中 人大富中呢 跟他们踢过 出二的 出三的 去年夏天也踢了 也能赢 完了跟富中 出二出三的 零六 小零六都上了 对吧 最近三场是一胜一平 还有一个领先 为什么因为领先呢 没踢完 那球 没踢完 就散了 就我们是没有 就是 不是说我们多强 而是说 就不知道跟谁踢 就只能内卷 而他们呢 就是只要有节日 就能够参加一个杯赛 只要有节日 就能参加个杯赛 参加个杯赛 对阵的都是豪门 就是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常常都是非常 要劲的比赛 所以没有比赛 而且这个时间是很长的 我们没有比赛 不仅说是我们没有国际比赛 我们连国内比赛都没有 就是国内最好的队伍 都一年都见不着 你说国内现在零九最好的 那可能 恒大吧 恒大狼 富丽 上海 申花 绿城 鲁能 还谁呢 兴辉 亚太 民间的兴徒 东北路 都不知道去哪了 大哥 别东北路了 行吗 东北路 他小学 现在我们是出中学 就别在东北路了 天天东北路 东北路呢 那打一成立开始就问我们 你们敢跟东北路踢吗 哎呀 天哪 看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还有零九吗 你们卵总 还有一些这个重庆族协 或者江苏族协 这些 这些队都见不着 见不着 这有口罩 见不着 没口罩也不见得能见着 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现状 明白吗 因为你没口罩 他有可能有人为的因素 我不踢 我不演踢 也没人组织 也没人踢 没比赛 没比赛 所以我看完之后 我就知道 踢不了了 就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百大八 没有任何别的可能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我在分析 跟他们差距在哪 就说你说没有比赛 或者是这个 文化等等 这都是其他的方便的 那么我们跟他们差在哪 就是首先呢 是动作频率 就是频率 就是你如果带清训 或者是你 你的孩子踢球 你要愿意相信我 你就从明天开始 你做一件这件事 就是你孩子在场上 踢比赛的时候 他只要触球 你就喊一 他下一次触球 你喊二 你现在心里喊 你先记住这个 甭管是一 二 三 四 还是 一 二 三 四 还是 一 二 三 四 甭管什么 你先记住 你记住完之后 你把这个点记好 你晚上你上网去搜 跟你儿子同名的 巴塞罗纳的或者黄马的视频 你再去喊 你再去看 他们孩子 这个 这个拍 拍 接拍 你马上就明白 你马上就能明白 我说的是什么 那么如果说你的孩子是10的或者09的 好 你现在 你看 你到我微博上 你去搜小将比赛的视频 你数小将的频率 你再数你家里边的孩子 比赛的频率 我不要训练 我不要训练 你别训练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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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用 没有用啊 训练的频率 别给我看 一点用都没有 我只看比赛 就你在比赛当中 你去看 你数一数 你看巴萨他就有节奏的 他巴萨呢 他后场 比方九人这儿啊 三一三一 三一三一这行 后场是个零行 一个后卫 两个边后卫 一个后腰 这个后卫拿球 一二 打 打打 打打 就是 接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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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节奏 就后场倒球嘛 就左后卫给我 哒哒 走了 然后右后卫拿球 哒哒哒 回来了 到他这哒哒哒 走了 他有数是哒哒哒 他要移到这儿呢 我告诉你 他就不会再给了 他一定是找了另外一条线路 他变了 他原来是 哒哒 走了 哒哒 走了 他现在是 哒哒哒 哒 C给出接的这个前锋了 所以他们在 在必要的就是最快的速度 是完成最简单的 一旦多节奏 一定是完成变化的 你能理解吗 而我们呢 是 甭管是 就简单的事 但是我们是用复杂的方法做的 比如说这件事很简单 就是 哒哒 就走了 但咱们孩子是 哒哒 哒哒 哒 你能踢过球的能明白吗 就是 你看他在左后卫给我中卫 我斜后方 我保护性接应 给我来之后 右脚一停 右脚 哒 就出去了 对吧 哒哒 走了 然后那边呢是 他一接 啪 第二下就推了出去了 就走了 咱们孩子呢是 比方中卫接啊 左后卫给我了哈 哒 给我了 第一脚停 面箱上 左后卫停 第二脚是 左脚拨 哒 左脚拨 左脚拨一下 还没拨完全 右脚还得往外 往外再撇一下 哒 然后接下来 哒 出去 等于说我们是 国外的是 哒哒 走了 我们是 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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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差异 那么他们在比赛当中 还有一个什么呢 你比方中场 祖客 祖客有时候是六脚出球 你看这也太慢了 他为什么要六脚出球呢 他六脚出球 他漫有他的道理 第一 他六脚出球 他做了三个变化 就第一下 人们会以为他往这走 他哒 一个转身过来了 以为往这 他哒又回来 中间 他六脚 他六脚完成的是什么呢 一个复杂的事情 就是三次改变 传球的方向 造成对方的 这个这个这个 防守队员 或者过了延缓的 逼迫的 或者是 多点的防守队员的紊乱 所以他六脚 所以他六脚 他六脚完成的是一件 非常复杂的事 而简单的事 他们就是 搭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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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复杂的是 搭搭 搭 三下 这还不算完 这不算完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有时候也慢 搭搭 搭搭搭 给 在那边 搭搭搭 三下了 搭搭搭 然后呢 等一旦到了一个 他打了两个来回 一旦到了 可以攻击的局部 变成四打三了 他就快了 打打打打打打打 进了 就他的节奏是 个体节奏 和局部节奏 知道吗 他个体节奏 追求快速 高效 有效 他局部节奏 是根据这个比赛 他 巴巴巴 倒完脚 到这 我经常在比赛当中 我会喊 发动 就相当于 他这要干了 你明白吗 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 打打打 就这都是 打打打打打 最后 打打打打 死了 就这 能理解吗 就是我 可能我说这个 已经是够形象了 但我知道 没踢过球的 二级管 球盲 绝逼 理解不了 绝逼理解不了 但如果你只要是 清训教练 你只要是一个 带孩子 踢球的家长 我说的 你能说 你能明白 你能明白 我告诉你 中国 中国小孩 这一点 已经巨大差距 我们第一 是个体 频率上不去 第二 是局部 节奏上不去 就等于说 对方是个体 搭搭 这是流畅 快速 然后 搭搭搭 是变化 是变化 方向的变化 而 搭搭搭搭搭搭 这是整体 节奏的变化 它里边有三个变化 我们现在连第一个变化 都不见得能完成好 它有三个变化 第一 是个体 传节球的频率 就动作速率 第二 是方向 是进攻的方向 传球的方向的变化 第三 是整体 进攻节奏的变化 就局部 局部进攻节奏的变化 这三个变化 三个层级 等于说 对方现在应该是学到 他把微积分了 我们现在呢 是二元一次方程 就这么大差距 你信不信 你要不信的 你跟小将比 你小将算慢的 就跟 要跟他的比 小将就算慢的了 但是小将在国内 算快的 你不信 你就拿你孩子 比赛视频 你对着小将比赛的视频 你自己看 就单位时间内 出球次数 如果十一人制 你算一分钟 你看小将有多少队员 出了多少角球 你再看你的队 一分钟 你那个队 出了多少角球 你就知道 你们跟小将 是什么比例 而小将在跟巴萨 这个队比 没法看 就没法看 所以我今天 昨天晚上 我四点才睡 我就一梦里踢球 我就假如我碰见巴萨 怎么踢 我最后答案是 怎么踢都是输 因为他们是这样 你要不逼我呢 我就倒 我就倒死 你可以累死 就能前面那几个 因为他倒你也不能不抢 对吧 你怎么那得防 因为你还要封陷路 就哪怕你半场 你三分之一场地 防守 你也不能不动 对吧 你不动就成树了嘛 他也能给你溜死 好了 你说 有的教练就说 说这种队就得抢 你别怕 你就得抢他 你就让他开大脚 他们就不会踢了 我也曾经相信过 是这样 也可能 然后你要去抢他呢 他是这样 你抢他 他直接开大脚 你千万不要认为 巴萨不开大脚 你只要投入 同样的兵力 逼他后卫 他就倒着倒着 就给你打一大脚 为什么 你敢上来三个人 他三个后卫倒 你敢上来三个人抢 你后边就没几个人了 而且你上来三个人 他一脚上去之后 变成整个比赛 不是九人制了 变成六人制了 除去门将 变成五打五了 如果是五打五 巴萨的空间和船接球 就会更顺 明白了吗 就是他不是说一个说 这种打法 你能有一个什么方式 有效意志 你 你说 他就六四米 你顶 他就一个长船 一对一打你 就是把场地变大 场地变大 有利于进攻 对吗 你敢上三个人 他就敢打长船 但你就一个人在前面抢 抢三个后卫 那他就玩你 倒着倒着 你这上气不接下气 第一次从左到右边 你能到位 回去了 第二次再回来 差两米 第三次再回来 就差五米了 你差这五米 他就开始发动了 你比第一次 逼想 偏了五米 他就有足够的 快带 二打一 三打二 这种机会了 所以这种队 就是怎么踢都踢明 就理论上 理论上 怎么踢都踢明 理论上 怎么踢都踢明 但这种打法呢 我今天再讲完 我就睡觉了 但你要 我咱说好了 怎么踢都就输 好 还得踢 好了 那怎么踢呢 我是这么踢的 比如说以他九人制为例 他的中卫 这个队 这个队员 就他中卫这个队员 一定要把他弄死 就你找一个人跟他对 就变成七打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中卫 如果你不把他弄死 就这个中卫的拿球 在整个这个进攻 build up 就是进攻建立的 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人的作用非常大 就类似老尔 这个人的作用非常大 如果你放着他随便拿球 你就等着被弄死 就他 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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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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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冷不定 你说我上去抢了 给你过了 当你适应了 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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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突然间 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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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天走了 所以这个人 必须得弄死 就你找一个你们队里边 就是我们队 小将 里边就是最能跑的 就是最黏糊的人 就最黏的人 就跟他 甭管这个人是踢前锋的 还是踢后卫的 还是踢什么的 不管 就找这么一个人 就找这么一个人 就这个人 就能干这个事就行 就把这个中卫先贴死 就先变成 把这比赛变成 九人质变成八人质 就这个人绝对不让他拿球 不让他拿球 就是你也不用回来 你也不用防守 你就不让 你就拿球 然后怎么着呢 摆打扒 这叫保护性摆打扒 哈哈哈哈 刘伯伯 就你得先废掉他一个人 然后就是七个人摆打扒 七个人摆打扒 只能摆打扒 只有这么大 而且这个队 就现在他的 比方说他的定位球战术 都已经炉火纯净 为什么呢 他们有定位球赚教练 西班牙就这一点 西班牙人其实挺功利的 青少年比赛 脚球任意球进球比例 比成人高多了 所以西班牙人 为什么他们老能赢 英国人或者赢 意大利什么的 他在欧洲他为什么清训厉害 他们呢做到工作 就是他有专门的任意球教练 我现在想给 就是这个 我现在想给这个 就是你对教练感兴趣的人 甭管你有证没证 我告诉你 中国清训 包括职业梯队 包括职业队 未来最缺的人才 是定位球教练 你相信我 谁早干这件事 谁能干出点名堂来 谁就能够抢到 这个饭碗 定位球教练 我们现在的定位球教练 都是教练组 你来吧